本期视频由正义品原创制作 大熊猫大家都知道吧 是我们的国宝 长得圆滚滚的十分可爱 大熊猫是活化时 早在八百万年前 熊猫就已经出现在了这个世界上 那么既然古代就有熊猫 那它们的地位如何呢 古人有没有沦陷在它憨态可居的模样上呢 和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据传说记载 在远古时代就有人类和大熊猫在一起活动了 曾经赤油和黄岩二帝打仗的时候 所传的作祭就是皮修 而在那时皮修是对大熊猫的称谓 一想到笨拙可爱的熊猫 居然还上过战场打过仗 大家是不是和小编一样大吃一惊了呢 可是别看熊猫一副憨憨傻傻的样子 其实它的战斗力也是不容小觑的 和咱们在野外见到的大宗熊 其实是一个级别的 咬合力甚至赛过老虎 虽然我们在动物园参观的时候 看到熊猫大都懒洋洋的 可它们的奔跑速度其实是很快的 而且别看它们平时都吃竹子 吃起肉来也绝不含糊 人家可是货真价实的食肉动物 根据大熊猫的战斗力 吃油带它们上战场似乎也不足为奇了 不过最后吃油还是战败了 小编猜想这肯定不是大熊猫太弱了 而是大熊猫治不在此 一个明明可以靠实力 最后却非要靠卖蒙为生的物种 你还怎么要求他在战场上去奔跑拼命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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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